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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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这个比例怎么确定 还是得由德邦物流公司自己说了算 保价它其实并不能同于保险 保价是那个由物流公司来收取相应的费用 那当货物出现损失的时候 是由那个物流公司进行赔偿 物流快递公司它就是 既是选手又是裁判 它收了钱 收了保价费 然后对于这个损失的认定 就是它自己来做 所以说现在就是消费者遇到这种时候 就是维权存在了相当大的困难 执法人员介绍说 目前对于保价物品损坏价值认定 还没有统一的标准 只能参考货物的残值来赔偿 一些物流公司也利用自己的主导优势 在赔偿过程中比较强势 但即便如此 对于比较贵重的物品 选择保价运输 仍是目前相对有效的物流保障手段 消费者要注意核对保单的内容 尽可能细化脱运货物损坏赔偿的价值 降低财产损失 之后记者跟随执法人员再次来到 厦门全城德邦物流有限公司 集美后席份公司 经过现场调解 公司负责人承诺会积极和消费者沟通 截至记者发稿前 该公司已经同意赔偿猪女士8000元 相关赔偿细则还在协商中 记者刘明杰高志强 通讯员蔡良军报道 看来保价这两个字 还不是你坏了多少东西 就赔你多少钱 所以大家还是尽可能 少游记比较脆弱的东西 如果一定要记的话 这个包装一定别嫌麻烦 要做好减少纠纷的可能性 好 我们关注一下天气 延日的阴雨 我是的地质灾害风险 是不断地在提升 目前我是山区的村镇 已经开始加强对地质灾害 隐患点的一个巡查 同时也做好了安置转移的 一个准备工作 随时应对可能出现的突发险情 旦夕村位于同安区莲花镇 与安西交界海拔800多米 整个村子都是一山而建 村里一共有地质灾害隐患点15处 涉及36户180多名村民 这几天下大雨 村委会工作人员 重点对村里的地质灾害隐患点 进行盯防 上旦夕57号 就紧邻着村里一处 地质灾害隐患点 房屋背后紧贴着陡峭的山壁 去年这里就曾经发生了一次滑坡 旁边一处民房的墙壁都被冲倒了 索性没有人员受伤 上午村委会的工作人员 重点查看了这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这边就是上旦夕的这个其中的一个地质点 这个点就是存在那个屋后不稳定水坡 一下大雨就很危险 这高大的落差 这个根本不过我们没办法消坡了 只能叫他们要如果一到下雨天又迁出去 要安置到其他我们的地质点 李炳迪说 这几年村里一直没有间断 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治理 通过修筑挡墙和分台阶适度消坡 目前村里已经有四处地质灾害隐患点 进行了初步治理 并对一些村民进行了搬迁 眼下村里的避灾点 也已经准备好了棉被 矿泉水等生活物品 根据统计 目前全市在侧地质灾害隐患点 共有122处 其中危险性危害性较大的地质灾害点 有9处 主要分布在同安北部山区 根据防汛预案 一旦出现强降雨 各正村将通过村防灾网络 逐级通知进入紧急防灾状态 地质灾害点的防灾责任人 会组织群众进行转移和安置 抢险队伍也将进入紧急抢险待命状态 信息要过来了 先做好那个宣传 那村里面准备的就是一些救灾物 现在我们就分头自己去包护了 走家窜户到他们家里面 一定要转移 记者龚家高志强报道 最近这个雨好像是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而且有时候下得很大 希望大家尤其是山区的朋友 不要麻痹大意 防患会燃 这样的天气情况下 空气湿度很大 衣服也晒不干 浑身感觉黏糊糊的 很不自在 医生特别提醒 最近大家要特别注意 以下几类疾病 不少患有关节炎的市民打据说 什么时候要变天自己的身体反应 甚至比天气预报还要准 这句话说着轻松 其实话里满是无奈 潮湿阴冷 天气带给他们的是浑身的酸痛 不管是肌肉还是关节 记者从县门大局附属中山医院 风湿免疫科了解到 这段时间前来就诊的风湿类 风湿性关节炎的患者明显增多 还有不少痛风患者 遇上这下不完的雨 症状也越发厉害 那么在这个季节的时候 它的这个关节 就是尿酸增高 引起的这种痛风 它容易在关节腔内形成结晶 那天气变化的时候 这种结晶形成的可能性就更大 医生说 前来就诊的患者 不仅有40到60岁左右的 风湿病高发人群 还有一些年轻的女性 平时因为爱美不注意保暖 导致寒气侵袭 出现了风湿病的症状 这长期的频繁降雨 换洗的衣服干不彻底 让很多市民头疼 不少人觉得 衣物亮到七八成 干就可以直接穿了 反正穿穿就会干 而县门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皮肤科的医生告诉记者 这种做法很要不得 衣服没有干透就直接拿来穿 非常容易患上皮肤病 还有像衣柜中返潮的衣物 也最好拿吹风机 或者烘干机 完全弄干后再穿 否则潮湿的衣物 很容易滋生细菌和病菌 引起湿疹过敏性皮炎等 一系列皮肤病 此外近段时间 气温变化频繁 气压低会导致人体血管收缩强烈 血压波动大 还容易引发各种心血管疾病的发作 因为这个天气的变化 我们血血管疾病的就诊患者 显速增加 根据名字本诊量的这种估计 那我现在基本上要增加了一倍左右 记者 相信黄超 同学人石清清 刘英芳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疫苗 接种疫苗是目前为止预防传染病 最有效的方法了 记者从市疾控中心了解到 我是正在开展国家免疫规划疫苗 查漏补种活动 那么如果您家的孩子是2011年1月1号 到2015年12月31号之间出生的 但是还没有按免疫程序完成接种 可以在这个月底前 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完成接种 上午在连天街道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四楼 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接种疫苗 其中有一部分是之前因为种种原因 没有按照免疫程序完成接种 特地赶来补种的 补种疫苗的 我叫什么疫苗 A加C群疗脑疫苗 通知我们过来的 说让给小孩打那个医脑 就过来补种 对啊 之前一只小孩子可能一直跟 碰到刚好要打的时候也是感冒啊 或者怎么一直就脱下来了 这次疫苗查漏补种 不论是本地孩子 还是外来物工人员子女 都可以免费接种 据了解 这次补种的疫苗 全部都属于一类疫苗 包括卡戒苗 乙肝疫苗 白白破疫苗等11种 不少家长因为之前 问题疫苗事件的影响 对疫苗安全心存疑虑 市井后中心表示 我是此前经过多次检查 并未发现问题疫苗 而且一类疫苗 是由政府预算 统一招标采购 严格按冷链管理要求 统一进行分发的 家长可以放心给孩子接种 此外每一个适令儿童都有一本预防接种症 家长要仔细核对接种症上的接种记录和接种程序 检查是否存在漏种的情况 而在接种疫苗前 家长也要特别注意孩子是否处于适合接种的状态 接种这一周就不能有生病的 如果花烧还有或者宝宝症处于这些疾病的一些花座棋 这些都是不允许接种的 然后当我们前台登记的时候 要跟医生说明宝宝的过敏是 剧王是还有接种疫苗的反应是 这些都要如实告知 王志会提醒家长 孩子在接种疫苗后 一定要在接种门诊观察30分钟 确认没有不良反应才能离开 接种后也尽量不要进行剧烈运动 如果产生不适 要及时前往医院进行检查 记者消息无故好报道 上午狐狸区电前街道 城管公安等多部门联合 拆除了长岸路项羽保税区外围的一片围件 总面积大概5000平方米 这处围件位于长岸路西侧 项羽保税区集装箱堆场的外围 狐狸城管方面介绍 这处围件早在十多年前就已经存在 当时有周边村民在这里进行违法搭建 并出租给外来务工人员 随后围件面积逐渐扩大 最后形成了一个南北长400米 面积5000多平方米的围件群 目前这块用地上面被私人非法侵占 那形成了这些历史大概遗留大概 那目前正在其中午签头组织下 我们那个去年7月份开始就已经进行宣传签头 要求去自行搬离 那因为时间到了他们没有自行搬离 剩余部分我们今天进行强制的清理 上午电前街道城管公安等多部门 共出动500多名工作人员 以及多台大型机械 对现场进行了清理拆除 相关方面表示 未来这里将配合自贸区的发展 建设成一处公园 这边以后就是作为自贸区的 铁路公园的开发建设 一个配套产地 清完以后这个施工单位 那个业主单位就要 就开始要准备进场 进场那个开始施工 本台记者报道 好 接下来呢我们讲讲中华白鱼屯 其实很多的生物啊很脆弱 生存的环境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很可能这个物种就会灭绝 厦门的海域呢 大家都知道有中华白鱼屯 这些年啊越来越多的 海上工程项目开始施工 这些项目施工前 就像电影《美人鱼》里面说的一样 就前提呢要对施工海域的生物 不能造成很大的影响 那么有什么方法 可以一边让我们厦门的海上工程 顺利地推进 另外一方面又能保护好 我们的海豚呢 刚刚出炉的2015年 海洋环境公报显示 去年在厦门海域 观测到297次白海豚 共计796头次 大大超出了2014年 白海豚与人类和谐共处 不过随着城市的开发建设 一些海上工程项目 也在不断出现 那么海上施工 对白海豚造成的影响 能够被降低吗 在我身后 这些看似小渔船的船只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海上施工时 所用到的升驱船 每次当有海上施工的工程 要开始施工的时候呢 这些船只就会开出来 先行驱赶在施工区域内的白海豚 其实升驱船所运用的原理 就是白海豚对于声波的敏感性 在升驱船的侧面 设置了一排共8根竹竿 每根竹竿入水的深度 在30到50厘米不等 只要依次敲打这些竹竿 就会发出不规律的声波 让白海豚得到前方 有障碍物的反馈 从而改变行进方向 远离施工区域 从2006年开始 这种升强驱赶法 就在每一次海上施工之前 都派上了用场 把施工范围内的海豚 引导出工地 另外在发生白海豚搁浅 误入危险区域时 工作人员也是用这种方法 来营救白海豚的 05年 06年以来 虽然我们海上有工程 有一些不利海豚生存的 一些环境 包括我们海上财沙电仪这块 但是整体的我们保护的措施 是比较到位的 我是目前有12艘升区船 负责升区船的 厦门祥博胜海洋环保服务 有限公司 也在日前被国家农业部 纳入全国海洋珍稀宾威 野生动物救护网络成员单位 目前全国有这样的 保护成员单位 共67家 我市有5家 记者王玉坤 黄超 段志伟报道 下一集还将看到 帮罪嫁朋友顶包 女子被判拘役 是我们考评人员 在本月初的走访中发现 金胜路 金泰路 这两条垂直相交的道路 绿化养护情况不太好 沿街店家也存在乱堆乱放 破坏绿化的现象 受用询报 我们今天来关注一下 通过走访能看到 金胜路所种植的 凤凰木形道树 长势较差 边侧绿地 黄土裸露的地方不少 问题尤其突出的是 新路燕汽车快修行 门前的这段 车行一侧的围墙外 堆放着大量飞机木板 门前路沿处设置了 木板和铁架组成的连接坡 方便车辆进出 围墙另一侧 绿地完全裸露 城牌的垂容后侧 堆放了大量车行 废弃的杂物 与金上路相接的金泰路 前两年刚刚进行过 道路的绿化提升改造 在日渐风貌的 绿化效果当中 建货夹杂着不少 藏物纳垢的现象 有些隐蔽 有些则明目张胆 这些瑕疵都令改造后的 道路效果大打折扣 考民员希望 问题能够引起责任单位 狐狸区绿化管理中心 和属地的重视 强化协作将道路绿化 应有的效果展现出来 记者刘欧华报道 喝咖啡 品红酒 大谈生意之道 台湾的一名男子 就是用这种方法 短时间骗取了 香港商人刘先生的信任 随后两个人一起去按摩 台湾的这个男子 趁机偷走了刘先生的钱包 在江头派出的民警 快速破案 不到两天的时间里 帮助刘先生 追回了损失的财物 4月2号 港商刘先生 接到一个自称蔡先生的人 打来的电话 对方说 是一个台湾人 介绍他来找刘先生 谈生意的 因为经常有朋友 介绍客户给刘先生 所以他当即 就和对方相约见面了 但是经商多年的刘先生 也非常谨慎 私底下还去了解了 对方的身份 我也从这个行业里面 我也做了相对的了解 基本也觉得说 他说的跟这个 企业状况是吻合的 所以我们就有了 第二次的 应该去我们 是企业的一个考察 第二天下午 刘先生邀请蔡先生 来到自己的工厂考察 事后还请他吃饭喝酒 酒足饭饱后 蔡先生提出 一起去会所做按摩 此时的刘先生 已经喝多了 昏昏欲睡 进入会所大厅后 服务员要求 双方出示身份证 刘先生在掏出钱包后 就睡过去了 在登记完身份后 服务员要将身份证 还给刘先生 可是一旁的蔡先生 顺势接了过来 并趁机把刘先生的钱包 一起拿在自己手上 随后刘先生 就被扶进了按摩室 而此时 蔡先生对服务员说 突然有事 不能做按摩了 于是他拿着刘先生的钱包 付完账后 乘车离开了会所 那钱包他向服务员的报告 是说他先带给保管 刚开始我没有认识是他偷的 也觉得说 应该也许是他真的保管 然后到第三天 那么我的判断就错误了 电话打不通 一直以来电话都是关机 第一反应 那么就想到说报案 想到钱包里有现金身份证 护照银行卡等重要物品 刘先生开始着急了 于是立即报警 接警后 江头派出所立即组织警力 展开调查 通过各种监控 其他的进行研判 研判说确定以后 他就住在江头某大厦里面 然后就是实行蹲点以后 去把他抓 后来在7号下午 7号下午把他抓回来 警察 这名所谓的蔡先生 其实姓罗 是台湾人 今年47岁 早在2010年 他就因诈骗罪 被漳州警方处理过 目前罗某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警方也已将被盗的财物 归还给了刘先生 记者玉伯飞 吴国豪 特别记者刘海燕报道 有个人喝酒开车碰上民警蓝茶 坐在副驾驶座位上的女子 觉得自己没有喝 赶紧跟驾驶员换个位置 向蒙混过去 相信很多喝酒开车的朋友 动过这样的脑筋 但是你知不知道 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被告人杨某是四川人 去年4月18号晚上 他的朋友朱某在吃完饭后 又去KTV唱歌 中间喝了不少酒 因为担心醉酒驾车不安全 朱某打电话叫杨某过来帮忙开车 但是杨某因为刚拿到驾驶证不久 还不怎么敢开车 当车开到嘉河路屡错路口时 前方刚好有民警设卡蓝茶 坐在副驾驶座上的杨某 明知朱某涉嫌醉驾 还换到驾驶位上 而朱某则转移到轿车后座 面对民警的询问 杨某说车就是他开的 企图帮助朱某逃避行事处罚 他不知道轿车内的举动 早已经被蓝茶民警看了个明白 半个多月后 杨某在接到公安机关的电话后 主动投案 案发后不久 朱某因为犯危险驾驶罪 被判处拘役两个月 胡理法院认为 杨某为明知犯罪的人作假证明 已经构成了包庇罪 法院一审判处杨某拘役一个月 我们是出于亲情 出于友情 试图想要使我们身边的人 不要去受到追究 但是这样的行为 已经也触犯到了刑律 如果说我们身边的朋友 亲戚朋友有喝酒 我们最应该做的第一件事情 是劝他不要开车 记者孔祥鹏 特为记者陈宝钦报道 广告后 我们关注全市环境空气质量 好 我们来关注一下 我是环境空气质量情况 今天晚上七点钟 我是的空气质量指数 是45空气质量为优 今天的绿色小常识 我们带您去海南岛的西南角看一看 那里有一片神秘的原始热带雨林 有陵海 云海 雾海 大海的四海器官 我们欣赏一下 尖峰岭热带雨林 位于海南省三亚市北部 勒东县北部与东方市的交界地带 是海南岛西部濒临北部湾的一处山地 总面积447平方公里 尖峰岭主峰海拔1412米 因形似坚韧而得名 尖峰岭垂直系统完善 从海滨沙滩至主峰 分布着不同的植被类型 生物多样性和植被的完整性十分明显 攀登尖峰岭的过程中 可以看到临海 云海 雾海 大海 四海器官 尖峰岭地区目前尚保存了大片的热带原始森林 其植被的完整性和生物物种的多样性 位居全国前列 不亚于亚马逊河 刚果河及东南亚的热带雨林 热带植物世界的连生 绞沙 大阪根 老径生花 空中花园等雨林器官随处可见 雨林的植物种类占海南植物的75% 其中有78种属国家一二级保护的珍稀冰威植物 和数百种珍贵用材树种 有两亿多年前的活化石树绝 具有抗癌效果的中古生植物海南粗菲 此外还有泼蕾 紫荆 花梨 母生 鹿君松 油丹等珍稀植物 这里还被称为野生动物的乐园 有68种哺乳动物 215种鸟类 400多种蝴蝶 4000多种昆虫 38种两栖动物和50多种爬行动物 其中以黑罐长臂园 海南坡路 云豹 穿山甲等最为珍贵 那么明天我试的大气污染扩散条件 一般预计空气质量等级是凉的标准 主要污染物是二氧化氮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特级军管的节目内容 感谢你的收看 再会 感谢观看